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中,志愿军23军奉命夺取我军战线正面的381东北无名高地,这处高地属于两军战线中的一个制高点。 在美军的控制之下,如同一颗陷入志愿军防线的毒牙,其当面的志愿军行动被禁收眼底,美军可以随心所欲的,在志愿军阵地上选择目标进行炮击和轰炸,为了巩固这个制高点,美军在高地上修筑了大量防御攻势。 为了拔掉这颗毒牙,志愿军特地将炮兵2枪失205团调来配合23军作战。 炮兵2枪失自1951年4月入朝作战以来,就一直作为朝鲜战场的火箭炮兵指挥机构,而205团则是1953年才参战的。 该团装备了苏联的-13火箭炮,几大名鼎鼎的掏丘沙,这是一种多轨道的自行火箭炮。 共有8条发射滑轨,依次骑射和发射直径为132毫米的火箭弹石流发,最大射程8.5千米,威力巨大,在卫国战兵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接到配合23军攻击行动的任务后,205团迅速派出观测侦察队,前往我卷前沿阵阵帝王李峰,394.8高地等地附近进行目标标定,测量设计诸援,寻找放列阵地等工作。 这支侦察队都是由从沈阳军委泡兵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的优秀学员组成的,在当时平均文化水平不高的我军里,可算是高技术人才,宝贵的一堂糊涂。 在观测进行到第五天的时候,由一营二连台长林景全带领的一支。 观测组在虎岩山侧会阵地时,不顺位置高点上的美军发掘,随即遭遇美军的连串火力击息,林台长左腿被炸飞,由于大动乱被打断,战友还没反应过来,林台长就因失血过多牺牲了。 面对死亡,一般人的反应可能是畏惧,而当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却往往能激起人的斗志。 林台长牺牲后,战友们冒着炮火,发疯似地将他的遗体强夺回来。 因为遗体残缺,很多战士心中悲愤难当,第二天不想,一位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到林台长的那条残腿,将他带回放在台长身边。 二零五团所有人都发誓要让美军血战血长。 二零五团的观测侦察员们,怀着对敌人刻骨铭心的仇恨,死死地盯着美军阵地上的一举一动。 终于在四天后,复仇的机会来了,骄傲得美军大拉拉地将运输补给的车队,在381无名高低左侧的空地上,一字排开停歇,肆无忌惮地进行补给和换防作业。 该团指挥部立即命令所有火炮,火箭炮设定设计猪元,马上进入设计准备状态。 炮团所有战士都怒目原灯地等着指挥元下令,有的炮手甚至赤膊上阵,满面促杀之气,准备给美国人常常复仇的怒火。 随着指挥元的一声令下,美军阵地顿时化为火海,曾经让那脆肝胆剧烈的鬼套,也一次在侵略者头上轰然炸响,火箭弹如同数十条火龙腾空而起,一条一条复仇的雷霆飞入美军车队之中。 火力覆盖之后,美军的补给车队已经不复存在,只占下燃烧的汽车残喊和滚滚黑烟,整个交通线留下了一条灰色的长弹,至少一百名以上的美军为林海长长命去了。 随后,二十三军在敌人还被我军火力震射之时,正式发起攻击,一举攻下了381东被无名高地。 志愿军用敌人的鲜血祭奠了自己的战友。 您白长可以安息了。 本文作者,老高,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定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美者必决于法律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贸易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被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 其著作者,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券8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 他的公众号名以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友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後完成 Finn凌协视开创视手 、「纱凌卫视开创视野库视野用杓拟集传划、律轧置社本市作物介统ек店、变化、廚度队集